如果說台積電明天供五百不是問題 現在臺股即將挑戰的是月線大關 月線即將在六月初 到現在看起來是一個月後 有沒有機會重新站回 好 立刻請居民告訴大家 既然明天五百臺積電沒什麼問題的話 那月線向上 這個禮拜的漲幅空間有多少 對 這個如果臺積電供五百的話 其實臺股要供月線是非常的容易 但是供過月線能夠供多少 除了臺積電的突破五百塊之後的幅度之外 另外就注意一下 今天的傳產股跟金融股 因為今天金融股也開始談了 那如果說這個非電子股也開始談的話 包括這個跌升的一些電子股能夠談的話 其實臺北股是除了突破月線之外 應該也有機會往一萬五千點來做挑戰 這步來講倒是可以留意一下各個族群的變化 萬五大關 所以這禮拜最好就是大家來輪動一下 健康輪動一下 接棒接得漂亮 換金融換傳產接棒也更好 還有一些中小電子 但呼應我在上班那邊講底部他已經有撐了 而且今天這個尾盤又這樣翹起來 大家就會去聯想是不是國安基金或者政府基金在尾盤 別有用心 大家會這樣去揣測 尾盤就這樣翹起來 所以我覺得挑戰這個萬五的關卡 我覺得看起來是有機會 好 看看今天台積電的分時圖拉尾盤 就是台積電 那今天尾盤也看到分時圖的部分 還有鋼鐵股 什麼中鋼 這些個股也是一樣 尾盤點火向上急拉 有沒有看到中鋼 開始也點火一些傳產股 但更不用說金融股看整張 金融股的部分 今天也是拉動個股 富邦金 永豐金 玉山金 國泰金 這些也都會佔有權重的幫忙 這些都是可以看到 台積電之後 會不會擴散輪動到傳產金融去了 但是要講說 有很多個股真的套在三頂就算了 現在消息面還是利空 會不會現在已經跌到谷底 但消息又傳來 更多利空代表 有很多公司高層在賣股票的消息 今天我們聽到的什麼聯電 什麼利基電 是不是最近都聽到一些公司高層 在前兩個月在賣股票 好 立刻緊接鋒上來告訴大家 我們要看這個消息了 利基電 利基電上禮拜法說 對 法說看起來呢 真的對下半年看法不是那麼樂觀 對 展望沒有 然後呢 三大外資降頻下凶物標價 最低給他砍到30塊 今天升的是破了40塊的 對 那13名高階主管 這兩個月出拓1100張 你看 成熟製程不好 人家真的早知道 早就在賣 還有聯電也是 聯電股價從高點腰斬到43%的修正幅度 六名高階主管 近兩個月出拓500張 對 那我們看臺基電 利基電跟聯電 這兩檔個股 這一波修正下來 的確你看 跌到七月 但七月這樣的橫盤整理 所以今天高階主管在賣股的消息 有一點影響啦 但是呢 也沒有在破低啊 這怎麼看 對 基本上來講的確 剛剛凱明就有講到 前面其實利基電跟聯電 哇 跌幅都很深對不對 像剛剛講到聯電跌的四成 那你看利基電 其實這跌下來 基本上也是四成的啦 所以說的確 剛剛又講到高階主管 先前一個月就在賣了嘛 他們知道說 後續展望的確不好 但是原則上這個事情 其實大家早知道啦 是 大家早知道說 驅動艾基不好 其實不只他們在跌嘛 驅動艾基也是跌的 虛類的嘛 對 驅動艾基跌的很慘 那面板也是跌的很慘嘛 那所以說 這些消費性的一個電子產品 這個需求 或者說他們的庫存過高 其實是業界早就知道了 所以股價 我要跟大家講 股價都是先反應喔 是 那這些知道的事情 股價已經先反應 已經腰斬了 那真的消息出來了 你可以看到 聯電好了 這檔是聯電 欸 它股價有跌破嗎 有往下走 有跌破低點嗎 三十六塊七五是有手的喔 對 看起來是有手 而且今天的消息 的確也不是很好 而且高階主管也賣股票嘛 但是股票沒跌 他反而去挑戰約限 所以說 基本上來講話 我認為啦 像其實不只利基電跟聯電 今天也可以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很多跌深的IC設計 對 今天很強 有沒有發現 例如說之前跌很深 因為基本上他們不好 IC設計也不會好 因為IC設計庫存太高嘛 因為利基電的股 法說會 重點就是說 它說有很多驅動IC廠 沒錯 寧願是違約 然後罰錢 對 寧願違約 我也要取消我的訂單 因為它違約要付訂單的10%到15% 大概要付10%到15% 它寧願賠這15% 它也不要下單 你就知道 真的喔 你IC設計真的庫存那麼多啊 但是可以看到說 IC設計今天很強勢耶 是啊 很多利旺 四星還漲停板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利旺 四星都還漲停板 有沒有發現 所以說 我覺得這些利空因素來講 到這個位階上 股價都腰斬之後呢 其實股價已經反映了 除非說 除非說後面的庫存更加嚴重 像利基電是指出說 第三季的庫存的確 目前是比較嚴重 驅動還是要砍單 甚至不下單 要砍單嘛 但是它是認為說到第四季有機會轉好 但是當然啦 你消化庫存可能第四季 到明年第一季都有可能 這就要看後續說 他們庫存消化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倒是認為說 利基電這樣的法說講下來之後 大家也要再發現 外資開始降頻嘛 對啊 其實外資降頻大家還記得嗎 台積電之類跌下來也都降頻啊 但是現在反而在往上走 有沒有發現 所以說 我覺得利基電 這股價到這位階上來講的話 反而有機會出現一些 利空出境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要擔心是 它會不會在反彈當中 越往越線靠近 這種弱勢股 反彈該賣嗎 還是說 真的現在你喔 一賣就是賣在阿呆股 你之前這麼高都沒賣的話 你現在真的賣就是賣在阿呆股 我說實在話 如果你真的是買在這裡的話 我這裡怎麼說 叫你賣你也不會賣了 對一般來說來講是這樣嘛 我說實在的話 我現在告訴你 真的砍不下手了 所以我倒是認為說 如果說真的跌到 這個位階上來講話 除非說了 好它真的在破底 你賣一半 我覺得另外一半你就把它抱著 所以我們就看它的這個位置 對這個低點 37.6不能再破 因為破畢竟 因為破的話就是 它可能還會有壓力 例如說它真的到30塊 你如果能夠再承受這7塊錢虧損 那當然OK啊 但是如果說你認為 你7塊錢你的融資維持率也不夠了 那我會建議至少先砍一半 至少先砍一半 但是這種股票這種弱勢股票 再往上走的話 一定會遇到層層賣壓 一定會遇到什麼樣子 其實這個壓力最大 其實我倒認為不是在月線啦 大概會落在這個缺口這附近 這缺口在哪裡 對這個大概缺口 這個缺口大概在40幾塊了 已經在40幾塊 如果這缺口來說 42塊到44塊錢 對沒錯 大概會落在這邊 那個壓力 我認為說到這邊 如果說它這個沒破底 往上走 走到這邊的話 可能要先調節一半 會比較安全 好42到44塊錢之間 對 要特別留意 這是利基電 那聯電看起來線型好像漂亮一點 對沒錯 聯電的話線型核子票 它明天如果再漲 它會變成這樣 大家看一下會變成什麼 會變W底 它僅限壓力在這邊 所以它明天如果再漲 它有可能會完成這個W底的形態 那完成W底的形態 它一上看 可能上看就到這邊 就在伺服 對可能就會在季線這附近 現在是40塊 季線是46塊 對大概還會有6塊 大概有一成多的一個漲幅 所以說 基本上來講連電的完成W底來講 我認為它有機會反彈到季線 其實這季線就跟台積電差不多 就有機會來到台積電的位置 但是一樣 到季線的話 或多或少會有壓力 還會建議在這邊 還是先調節一下 聯電季線看壓力46塊錢 46塊錢的問題 好剛剛講的是利基電跟聯電 我們剛剛講成熟製程的部分 但是最近市場在講 現在有這種再生晶圓 再生晶圓的熱度其實很高 我們看今天股價表現當中 升陽半導體 居然在盤中衝上新高點 波段新高 雖然尾盤它壓回回平盤 但是盤中可以看到股價表現 是創波段高 最高有到76塊錢 可以先來看 股價的部分76 創高表現 好你看曾經拉回過 然後又反彈 創新高 這是什麼現象 到底再生晶圓最近 還有它的前景很夯嗎 好其實再生晶圓來講話 為什麼它的營收能夠持續看 其實是有原因因為基本上 你只要說先進製程出貨 成熟製程出貨 它基本上就會用到它 就會用到它 所以說就算成熟製程衰落了 衰退下來 但是先進製程還是一個幕後的推手 等於說它的整個營收還是穩定 像台積電說實在的話 它營收也沒有掉 目前以它法說內容來看 因為再生晶圓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用於一個晶圓監控 然後或者擋片一些晶圓回收 它會重複使用縮減成本 那目前來講 因為全球半導體的大廠 它這個債生晶圓都是外包的 它都沒有自己再回收再利用 它都是外包 例如說外包給中砂 外包給生涯半導體 去做一些重複製程的一個應用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們只要有出貨 那這些債生晶圓的營收 就會有保障 就會有保障 所以說基本上 剛才有講到 全球半導體晶圓廠 其實他們是持續擴載 他們是持續擴載 它沒有因為說成縮減成掉了 它就減緩了擴載 腳步其實沒有 反而他們是持續在擴載 對 反而他們還是持續擴載 因為它先進製程還是持續成長 所以說再生晶圓的一個需求 目前來說還是很暢旺 就像生涯半導體來講 為什麼它能夠創高 因為它下半年 還有新產能要開出 那這個營收貢獻可能會在第四季 所以它還會造成它的一個股價 在現階段是創下的一個新高 創下的波段新高 原來是先進製程持續成長 所以再生晶圓的需求暢旺 是沒問題的 因為最近看到 大家擔心成熟製程前景的風險 所以它不影響 再生晶圓的部分並不影響 所以今年營收還是拉升 我們先講生涯半好了 既然生涯半今天股價可以創新高 但是它尾盤還是有拉回 沒錯 因為它尾盤拉回 我個人會比較偏向技術面的解讀 因為它在上禮拜最後兩天 禮拜四禮拜我來講的話 是股價都大漲 禮拜五還漲停 禮拜五是直接漲停創高 它已經漲停了 對 它禮拜五你看它已經漲停了 難怪現階段 大家一定會發現一個現象 創高一定會怎樣 一定會拉回嘛 一定會拉回 所以基本上今天只要一開高上去 它就跟時日線來講的話 它的乖離率 時日線我記得是在這裡 62塊左右 你看大概在這裡 我早上有算過啦 大概有20% 代表說這10天以來買生涯半桃底的人 賺20%耶 賺20% 你開高會不會想賣 會啊 要是一般人一定賣 創高都想賣 一定會賣 因為已經10天內買的人 都賺了20%一定會想賣 所以我認為它這一根K棒來講的話 會比較偏向技術面的拉回 會比較偏向技術面的拉回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去操作這種強勢的話 當然我不建議去追高啦 畢竟現在盤勢 例如說 將軍指數也在月線反壓附近嘛 容易震盪 那我們不要追高 這個至少要拉回到五日線啦 這一條是五日線 至少要拉到五日線附近 再去找一個佈決機會 所以比較容易 強勢股就以拉回不追啦 不追創高股 但是拉回早五日線切入 早五日線再去切入 67塊 那現在是73塊 今天是創高76塊稍有拉回 它這還會繼續往上走啦 所以我預計大概在70塊附近 會去糾結到 對 如果說修正管理的話 這外資有買 來看看那個生涯半的表現 其實為什麼它最近這麼強 它就是下半年新產能要開出 沒錯 特別你剛剛講的 第四期的貢獻營收 特別強 那最近投信外資都有在買 這當然很重要 法人的加碼股 另外呢 中砂 中砂的部分呢 還沒有創高 但是之前修正一波 最近又在反彈 這位置會不會比生涯半 來得更有債工的空間 我覺得兩檔都還有債工空間 也只是說生涯半導體當然現在是個指標 畢竟它先創高 先創高通常都是指標 那落後的呢 也有機會去跟進補漲 那生涯半導體創高 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剛才凱明其實有講到 法人的買超很重要 因為外資投信 有些投信是連續性的買超 那中砂目前 法人買超力道稍微弱了一點 它只有投信稍微小買 所以它的股價呢 沒有那麼強勢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今天股價上來代表什麼 它佔上所有均線 所以以技術面來說 它也開始要去做的轉強 那中砂來講的話 它除了再生經緣之外 其實它最大營收來講 是鑽石碟 那鑽石碟的話 是先進之城會用到的東西 那它現在有七成的比重 從鑽石碟那邊來 那它接台積鏈的單 所以這個營收 其實是有機會 持續去做的成長 中砂這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它也是一樣 到月線附近去尋求支撐的時候 那時候你再去做進場 因為它月線還沒翻養 它基本上會再測一次 那如果測試沒有跌破的話 那邊再去找佈局點 其實會比較安全 是這樣講 所以這檔個股反而看 如果有一點回接近月線再買 對再買 那時候月線附近再買 它連三紅也蠻強的 今天看起來有一點感覺 而且它是天息 它已經除息了 它是天息了 可能看深陽半很強 早上一衝高 然後又有壓力 大家轉過來看中砂 因為它才剛漲兩三天 好 謝謝大家 那剛剛這樣講 這是從成熟製程的利基電聯電 然後再到現在的再生晶圓的部分來看 看起來最近是不是有止跌條件 然後有攻擊訊號 在再生晶圓的部分 這兩檔指標提供給您參考 大家回到現場說到的是 台灣半導體真的成長動能很強嗎 現在那麼多個股怎麼挑 沒辦法挑的話 有沒有全包式的ETF可以選 有一檔 國內第一檔的全包式ETF半導體的 來囉 待會告訴你